创意群聚串联产业城市与生活 201台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 以连结为精神、城市及展会为概念 规划十大展区 以及华山、师大、周边等创意街区 期望透过展馆及创意街区的氛围 带来生活的感动 提升文创产业的能量 进而打造国人优质生活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博作之下 我们以整合国内的文化产业链 国际各国 以开头市场提升产食重目标 是一个重要的产销平台 既有重要重塑 我们产业价值 提升产品和服务质感的重大意义 文创的发展它是环环相扣的 从人才培育资金到整体的环境 都需要政府跟企业一起的努力 为这个机会跟所有的民间的力量 表达我们的感谢之意 让台湾的文创环境能够越趋成熟 我想文创它代表的就是我们 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的提升 这也是政府在施政当中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为完整呈现台湾文创产业多元发展新风貌 特别邀请台湾一级文创业者参展 包括琉璃 陶池 家具 灯具等优质商品 还加入了环保及在地观点 让你抢先体验充满艺术的绿色人文生活 除此之外更广邀亚洲 中美洲六国 意大利等十四国厂商参展 创造国际交流新平台 这届文博会还结合了大陆 上海 杭州等七个城市 共53家文创厂商推出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 进行两岸文创城市的产业观摩与交流 文创卫美丽公安组 台北报导